环境不会改变,解决之道在于改变自己,命运负责洗牌,但是完牌的是我们自己,行动是治愈恐惧的粮药,而犹豫,拖延将不断滋养恐惧。 你把周围的人看作魔鬼,你就生活在地狱,你把周围的人看作天使,你就生活在天堂。 人之所以痛苦,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,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,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,烦恼都是自己内心制造的,好好管教自己,不要管别人。 一杯清水因滴入一滴污水而变污浊,一杯污水却不会因一滴清水,得存在而变清澈,得知坦然,世之淡然,盛其自然,争及必然,天道酬勤,也许你付出了不一定得到回报,但不付出一定得不到回报。 只有不断找寻机会的人才会及时把握机会,坚持最难,但成果也最大。 一个懒惰的少年将来就是一篮旅的老人,懒得一生就像一篇文章,只有经过多次精心修改,才能不断完善。 当你快乐时,你要想,这快乐不是永恒的,当你痛苦时,你要想,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,不要浪费你的生命,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 长得漂亮是优势,活得漂亮是本事,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,就少一分心力把醒自己,人生就像钟表,可以回到起点,却也不是昨天。 自以为拥有财富的人,其实是被财富所拥有,你可以一无所有,那绝不能一无始处,人生就像一个动物园。 当你以为你在看别人耍猴的时候,却不知自己也是猴子中的一员,时光不回头。 等下最重要,面对困境,悲观的人因为往往只看到事情消极一面,心腻一转,望面皆转,心路一通,万路皆通。 成功的关键在于相信自己有成功的能力,人的缺点就像花园里的杂草,如果不及时清理,很快就会占领整宗花园。 滴水穿时不是靠力,而是因为不舍昼夜,任何一件事情,只要心甘情愿,总是能够变得简单。 请把阳光传在心上,让泉水泄在心底,这就是人生,你不想改变它,那么它就会改变你,终点回到人点享受那走不完的路。 嘴里说的人生,就是自己以后的人生,解释是最无意义的事,生活不是几句话,累了,就去看海吧,你会发现自己的烦恼其实有多么的渺小,一个人失败的原因,在于本身性格的缺点,与环境无关。 如果不会飞翔,理想的吃饭的烦恼成了生活的累赘,人只要不失去方向,就不会失去自己。 漫无目的的生活,就像出海航行而没有指南针,讨厌人的财劳,不在于他是否拿到一副好牌,而在他的能打好一副快牌,能坚持看到最后一张和平歌的人,好人正向你飞去,见着有福。 记得群友们看看,祝愿大家开心快乐永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